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位贵客是寄存还是变卖 我找云仲锦 你说什么 有种你再说一遍 我的丹药劣质 明明是你自己有眼无中 竟敢说我的丹药劣质 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丹宗弟子 天下谁不知我丹宗出的丹药才是最好的 不不不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没说丹药劣质啊 我说此丹药功效平平 你们不收我的丹药 却拍卖那个什么军酒的 他是连我丹宗都没资格进的三流炼药师 你们都是和无等我 该死的畜生居然敢抓我 我要发了你的皮 小五 回来 君酒姑娘 你就是君酒 好你个君酒 竟敢放猫抓我 你这是在跟丹宗作对 赶快来人把他拖出去 自此以后 云家所有商业都不做他的声音 见一次赶一次 别碰我 别碰我 等我回去 一定要告你们一众 去吧 他们都在炉上 真是蠢物 入丹宗三年 炼丹本事没多高 这乍乍乎乎的性格倒是一分没少 得亏玉心师姐 您让我们出门前换了变状 不然今天丢死人 原来他就是那个 让无伤念念不忘的圣守君酒 君姑娘 九姐姐 我想死你了 先坐下说吧 听闻莫公子在天武宗 认知克卿长老 嗯 武宗大比 你俩都会参加吧 嗯 我在沧海宗拿了排名第十八 云乔说他拿了第十 这第十还是我闭关了半年的成果 尽力了 哎 对了 这次古宗也会来参加 他拿了第一 和图骑长老一起带队过来的 武宗大比 是每一年武宗之间弟子一辈的比赛 我是天武宗的小师叔 按理是不会参加武宗大比的 姐姐你不参加啊 那岂不是要让君云雪那个小人得志 尾巴翘上天了 君云雪这个恶毒的女人 一开始就放出话来 要在武宗大比上打败你 的确有这个传言 外面都一轮开了 还有不少人立了赌盘赌你们输赢 你们不用担心 武宗大比我会参加的 不过得换一种方式 相反 君云雪这次 是我精心准备的诱饵 你们愿意和我联手 将幕后之人揪出来吗 哥 你做什么 瞧瞧我问你 你与君九姑娘相处的时间比我长 对幕无悦你了解多少 她和幕无悦真的是师徒吗 是 但她们的关系不一般 君姑娘也信悦她 哥 你 你不会也喜欢君 好了 君九姑娘与幕无悦的事 不是我们应该窥探的 武宗大比时 我也会去观赛 你要好好加油 你是我们云家的光荣 哥 你想开点 主人 有几只老鼠跟上来了 走 我们去旁边的巷子活动一下 确定是她吗 身边有只形影不离的猫 没错了 你在等我们 小五 上 小五 滚吧 回去告诉君允许 下次再来 他最好亲自出手 我有些日子没打他了 不知道他脸皮是变厚了 还是变薄了 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小五 进来 少主 说吧 都准备得怎么样了 天武宗四周 你家派了叶星君盯手 只要那幕后职人显身 便按少主的吩咐 顺藤摸瓜追下去 观赛的人群中 也有我叶星君 少主放心 还有君允许那边 我已经派人盯着他 不会让他出炉子 有情况随机应变 若那些人没有出来 武宗大比也照常进行 切不可走漏风声 是 马上 眼前 圆瓶 请 income 由 NIH ccoli 明 June vis existential 里 家 Wasn't 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